大家端午節會吃粽子嗎? 大家好,我是Vivian 端午節要到了,不免要應景吃吃粽子 今天我就來吃粽子測血糖 等一下我會先測空腹血糖再吃粽子 之後測暢後一小時以及兩小時血糖 並算出血糖波動跟大家分享 我們開始吧!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81 粽子,我要開動囉! 吃完了,等一下測餐後血糖 餐後一小時血糖 餐後一小時血糖166 餐後兩小時血糖 餐後兩小時血糖158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讚、訂閱、分享給你的朋友 並且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我每次的分享喔! 做一下數據分析 吃粽子空腹血糖81 餐後一小時血糖166 166-81等於85 隨血糖波動85 餐後兩小時血糖158 我到目前為止 總共測過了22種的澱粉類食物 之前血糖波動最高的是超商的烤地瓜 83 看來今天粽子破紀錄了 它血糖波動85 勇奪冠軍了! 我今天吃的粽子 是在超商買的南部粽 碳水化合物有54克 要算3.6份糖類 熱量366大卡 這顆粽子有3.6份糖類 已經接近一碗白飯 而一碗白飯是4份糖類280大卡 剛剛吃完這顆粽子 裡面有半個蛋黃 兩小塊肉 栗子還有香菇 我覺得賣75元有點貴耶 不過整體吃起來口味還算不錯啦 一般而言 南部粽和北部粽的差異是 北部粽會先炒過 所以熱量比較高 而南部粽是水煮的 所以熱量會低一點 可是如果喜歡在上面 撒花生粉的話 熱量會增加喔 在這裡的分享一下 我在網路上找到的資料 重症醫師陳志堅 親生實測 他吃完粽子一小時 血糖從100 不要到179 也就是血糖波動79的意思 不過他並沒有指出 他吃的是哪一種粽子 由此看來 吃粽子的血糖波動真的很高 如果真的要吃的話 一次吃半顆就好 而且建議要搭配蔬菜和固體蛋白質一起吃 其他餐的澱粉量也要減少 才能好好管控血糖 另外 每個人測出來的血糖都會不一樣 我的血糖數據 僅供大家做參考喔 最後提醒大家 吃完東西的血糖波動不要超過30 比較不會刺激胰島強烈分泌胰島素 導致合成脂肪 抑制脂肪分解 對於控制血糖和瘦身比較有利 總而言之 好好控制血糖與熱量攝取 才能好好成功瘦身 遠離糖尿病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